行,首先咱先来看一下就是我的一个性别吧 那你说从事数据科学这个领域 也不一定是从事科学科学吧 这个Cagoo这里边它可以做数据挖掘 可以做可视化,可以做数据分析 可以做很多很多东西 但是总结一点它都是跟数据是挂钩的吧 那在这个数据领域当中咱先看第一点吧 你说做这个行的是男的多还是女的多呀 咱来看一下吧 首先我把这个Map Plot导进来 然后在Map Plot它有这样一个参数 参数里我可以自己进行一个设置 这个设置你看我设什么 一个字体的大小 这个就是说咱一会儿这块会打一些字 这块打一些字的时候 就是如果说你给它这个值设的蛮小的 它这个字看起来就不太清晰 你看现在这个male和female还能看出来 到时候就是设小了 咱就看不清了 因为后面还有很多个图表 所以说第一步 现在我全局设置一下 当前我的一个字体大小 这样咱以后就不用一个去设了 一个去设感觉蛮麻烦的 咱先设个全局的吧 全局的我设一个二数 现在来说就可以了 能看清就可以了 然后画这个图 画这个图 首先我指定这个图的一个大小 大小非常容易就指定出来了 然后用CBurn去画 CBurn咱就是在那个CBurn课程当中也说过 在这个CBurn当中我们直接它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是一个模板吧 相当于是个模板 我们填的是什么东西啊 我们只需要填进来你的数据 你的标签就完事了 所以说呢 直接咱们有很多种图吗 你要画核图啊 要画条形图啊 要画三点图啊 是吧 要画一些什么图 都有 你直接把这东西画出来 咱们直接写这样一个空的plot 然后呢 把我们要传进来的数据 这个传进来的数据啊 就是 因为咱这个数据 没给大家看 那个CBurn课程太乱了 我没打开 这里啊 就是你的数据当中有这么一列 它是你选择你的一个性别啊 然后咱看了一下 选择它性别的一个结果 这是它的一个值 然后你看就是歪轴 它是这样一个值 然后呢 这列的什么东西啊 这是它的一个引带字值 malefemale这样一个所以 把值和标签拿过来 画进去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用CBurn 把这个图画出来了 然后得到一个结果啊 得到了一个 结果来看 就是后两列咱们也不看了 后两列咱就相当于是没有吧 还把什么通缉链都写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跟咱也没关系 咱就不看后两列 只看前两列 就是一个male和一个female 然后呢 在这个male里啊 咱们来看 男的占了多少啊 男的占了绝大多数吧 女的占了极少数 这也就是先说明这样一个现象 可能就是 不光是咱们数据科学这个领域啊 在任何我觉得互联网的IT行业当中啊 应该都是男性 绝大多数要大于女性的吧 我很少看到一个女的程序员啊 虽然说有 但是现在来说比较少 大部分还是男的 然后估计在数据领域应该可能还算好一些 因为这里边呢 可能有一些偏设计啊 偏可乐化展示啊 偏分析的东西 可能女生还偏多一些 要是纯是干那些活啊 其实我把这个鞋代码 为了归结成这个体力活 因为我是觉得这样的 我上大学的时候 上大学那时候那种不怎么鞋代码 那时候我觉得我身体素质特别强 我去打篮球 就是我打了个两三个小时 我从高中就开始打篮球 一直到大学 我从来就没觉得我累 然后读研 然后到现在 然后到时候到动作 又到现在 而我现在我就觉得 我这个打篮球 因为我现在大部分时间啊 要不就是写代码 要不就是看论文 大部分时间都在做这些事 那我在做这些事的过程当中啊 我就觉得 我现在让我去打篮球 我基本上如果说不防守的情况下 就是不防守 就是放点水 然后能打个半个小时 算时间长了 我要去防守 就是打五个球 我能把这五个球打满 我都不错了 防守我根本都防不动了 以前那些 我觉得我还能扛一扛 现在我挺 这到内线 我挺 我都不想进 太累了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程序员啊 他真的就不是一个脑力活 他真的就是一个体力活 他会把你这个体力消耗的 就是不让你干一些累活 但是越不让你干这个累活 你养成这样一个习惯之后 你这个身体素质 我觉得就会慢慢 还有一个下降的 其实到时候 大家到工作的时候 又看到这样一个现象 好多人啊 就是把桌子架得很高 然后把电脑放上 他们根本都不坐着 天天就站着起来嘛 一开始我也挺不解的 我说这站着写代码 这啥意思啊 是像老板表决心吗 是这意思吗 后来啊 只要了 他们都干时间长了 长时间坐着 对腰的影响 是非常非常大的 你就是一直在压迫你的一个腰身经嘛 而且咱们写代码通常也是 两三个小时 比如两三个小时 我一上午 一下午 我都懒得动 我都懒得动一趟 那边发下午茶奶茶来了 我都有时候懒得去取 都变成这么懒那种情况了 所以啊 就推荐大家 就是我们这个是个体力活 但是呢 体育锻炼一定不能少 像我现在这样 我觉得基本 基本的 就基本也就是告别篮球了 我五个球都防不下来 我这个队友谁愿意跟我玩啊 所以说现在会是告别很多东西 以前我还愿意健身 愿意一些作业活动 现在我觉得就就就就 给我一种感觉什么样 就是下楼我倒个垃圾 我都是今天拖明天 明天拖后天 实在后天拖不了了 哎呀不行了 我折腾一趟吧 就是这个感觉 行 然后咱接着来说 这个性别分布啊 是不是男的比较多 女的比较少啊 这个也是正常现象嘛 刚才给大家说过了 这是一个性别的一个分布 然后性别分布完之后啊 咱再来看下面一个事 再来看排名最多的人数的 前十五个国家 举个十五强吧 看一看来玩这个caro的 或者说 比较热衷于啊 这个领域的 他对人呢 大部分从哪来的 其实呢 这一块有点不公平 为什么 因为有些国家人数比较少啊 所以说他很少就来这个地方 但是呢 我觉得上也能体现出来一点吧 咱来看一看 他的一个结果 第一啊 你就是说 你看我在这块算一个 video console嘛 就是计算一下 然后取了前十五 然后把它说出来 然后这边啊 就是再给他画出来 就完事了 非常简单的一个画图的操作 然后啊 这块就是一个用prt啊 我可以get一下 它的一个图表对象 在土耳朵当中 我可以设置一下 咱们输出的一个尺寸大小 这些都是比较基本的一个操作 然后看了一下前十五国家 老大谁啊 老大肯定是美国啊 嗯 其实这样 就是你说是在caro当中啊 就是美国人是最多的 但是我觉得你要拿出一个中国的一个网站 然后网上一去放 我估计参与人士最多 肯定还是中国人是吧 这肯定跟这有关系的 还有一点就是 你说你给我一个就是问家第二文件拿出来了 我连看我都看不懂啊 其实我也这样 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第二文件 还有咱们的那个就是得到数据 其中有将近那么一半的列吧 不能说一半三分之一的列 他英文单词我都不认识啊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写教 好多词啊 就是像之前什么同性恋那个东西啊 那个词我就是 我听我听人说 我听人说过这个词 但是拼我不知道咋拼 好多这种比较奇怪的词 我之前架根见的没见过 然后咱来看吧 排名最多签署我国家什么 第一个是美国 印度 其他的 还有这个俄罗斯 英国 看中国吧 中国在哪 中国排的第几 一二 一两二三四五 是吧 中国排第五了 其实啊 中国是排第六的啊 大家好好说一下 中国是排第六的 然后在这个 第六当中啊 就是我们的一个结果 刚才说了 估计是啊 咱们好多人一看一些英文调查文件啊 他都懒得理了 但是你说就是 从咱们从业角来说 我觉得美国啊 确实是强啊 我觉得他前来哪里啊 中国靠什么 中国的是靠 我之前看过 中国是靠百分之多少以上 百分之三十多的吧 一个就是农业劳动力啊 来养活就是全中国的一个人 来养活这么多人 然后美国呢 美国只是靠一个百分之各为数人 就能够养活全中国人了 所以这是什么 我觉得这一个科技啊 还是一个低生产力的 这个啊 你看他们科技只要上去了 就能有更多人 从事一些高端领域的发展嘛 这就是当前的一个世界情况嘛 确实啊 人家要强一些的 然后来看一下吧 各国的一个平均的一个收入吧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就是你从事一个行业 然后呢 你的一个薪资待遇啊 是多少这个应该是跟我们之后啊 比较挂钩的一件事儿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数据读进来啊 读进来的时候 你看我这块什么 进行一个自乎上操作吧 这啥意思啊 就是有些他的工资啊 写的比较特别 有些人的就是 他是填文卷嘛 有些人可能是这样的写 然后这表示什么 各十百千万十万 是吧 比较十五万 有些人呢 就是这样的 加上一堆逗号的 那咱在这里啊 咱也不管它是一个逗号的 还是一个杠的 我就给它都去掉 别办事了嘛 给我整出个数字 我就能看懂 别给我打个逗号 别给我打个杠 给我打一堆辣把销的东西 我还不愿意看呢 然后看一下吧 把数据读进来 你看这闪数据啊 那这个数据就是 它不是一个直接的工资 为什么 因为各个国家 你说你中国花人民币 美国花美元 俄罗斯花什么 俄罗斯花卢布是吧 然后还有一些 其他的国家 印度花啥 我就不知道了 那么其他国家 花东西都不一样 所以说你要统一一个 货币的一个尺度吧 在这块 它也是给你了 有这样一个表 这个表相当于就是 各个国家相当于是 都转换成一个美元啊 然后它跟美元的一个比例 是等于多少的 这样一个事 然后呢 再来看吧 这是一个转换的比例啊 转换比例 咱们一会儿直接 给它拿过来用就可以了 相当于就是 有这样一个工资表 工资表里 你再进行一个转换 转换成一个统一的单位 这样咱们就会 已经衡量了 然后呢 这个unname unname这个东西没用 咱直接给它去掉了 这一列啊 12345 是什么东西 一个序号 不要这个东西 然后呢 把我工资啊 给读进来 工资里啊 就是 把这些拿出来了 你看有不同的国家 每个国家人啊 对应于当前的一个工资 然后你看 这是一个工资 咱其实一会儿看什么 这是工资 然后当前的一个货币 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所属的一个国家 然后下面的就是它的一个工作的一个title 相当于是 嗯 它工作的一个前准吧 它是做什么的 比如说 它是做一些啊 做一些什么什么数据分析的啊 做一些软件研发的啊 做数据科学家啊 做这些什么一些预测啊 建模啊 那把其他工作啊 都有 这是它的一个工作 所以说呢 这个啊 就是我先把这个表读进来 一会儿呢 我们要利用这些信息 然后这里啊 我先进行了一个pandas的一个 就是dataframe 进行一个点merge操作 点merge操作版 相当于是把这两个表合并在一起 因为我想一条记录里边 既有它的工资 又有它对应的一个转换率是什么 所以说 咱们就可以用它的工资 乘上它的一个转换率 这就是统一了一个成美元啊 这样一个USDollar 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呢 接下来看一下吧 看一下我的一个薪资待遇吧 在这里啊 我在你看我在这块做了些什么事啊 把它的工资读住来 这是工资吧 乘上什么 乘上它的一个转换率吧 这样就得到它实际的工资是什么 实际工资 只要你实际得到是什么之后 然后咱俩把这个缺失值给它去掉 缺失去完掉之后 看一下最多的最少的 然后刚才说了 咱不能看平均吧 看这个平均啊 有些人瞎别玩啊 所以说看中位数是比较好的 最大这个数 我天啊 最大这个数数数 各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 两亿多是吧 你说它的一个年收入干两亿多 其实我觉得这么 我就这么想到 一个数据科学家应该达不到不了这个程度 是吧 除非你干什么 除非你是大老板 你是一个生意人 然后才能可能这个东西 你光靠一个就是什么 光靠一个技术 就是咱们做技术的嘛 做技术做工程师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太现实 但是也没准大家没准之后 真能打到这个东西 真能打到这个东西 然后回头来 然后你来打我脸啊 然后最少的最少的 它是一个附属 这个附属不纯扯蛋吗 不知道哪来的 当然错误值吧 平均的来看一下吧 平均的一个年收入 大概是五万三千八百一十二的一个USD 然后呢 换成人民币 大概是个乘六 也就是个 我算一下 五万三乘六 然后三十八 就是三十多万吧 三十多万的一个样子 那我觉得 就是平均的一个工资啊 其实还蛮高的 这是一个平均啊 不是一个高 它也不是一个低 三十多万 我觉得在中国来说啊 应该也就是这样一个行情吧 三十万 其实就是月薪两万五嘛 或者说 但是咱估计这个东西 它也是那个 不就是税前 这是这样一个三十多万 基本上活的也这样 北京上海来说 做这个领域的工资 相对来说都是蛮高一些啊 平均情况是一个差不多的啊 就这样一个事儿 然后我再看了一下 这个最高工资 我感觉比一些小国家 它的一个GDP还要高 但是这是我瞎写的 发现GDP 肯定要比这个高的 只是开玩笑 然后呢 我来看一下吧 就是接下来 我想去画这个图展示一下 然后展示图的时候 我就我也发现这样一个事儿 就是你看 个是百千万 十万百万 小于一百万是吧 在这里我就做了这样一个事儿 我认为 就是你说你作为工程师 然后你这个年收入 能达到六百万人民币 我觉得这个不太现实啊 所以说我这块就写了一下 小于一百万的一个USD 然后把这个数据拿过来 因为大鱼的啊 相对来说 可能都是一些人瞎写的 不想看那些 他们瞎玩的东西 然后呢 画这样一个图吧 你看把这个图画出来 这个啊 就是Sebring Distplot 直接把数据传进来就完事儿了 所以说我就说嘛 这个Sebring 相当于是个模板 你就不用设计 就是如果说 你这样简单绘图啊 你都不用设计任何东西了 就按照它的默认来就可以了 我觉得很多时候 它默认的画这个图 也蛮也蛮不错的 所以我比较喜欢用Sebring 这个东西啊 还不太愿意用那个Metplot Metplot相当于来说就是 你可以设置的细节 是很多的 所有东西都让你自己去调 我就最不愿意去调这个东西 反正怎么快啊 怎么简单 咱又怎么来 先把这个数据啊 直接展出来 写个Title 然后指定Title的大小 然后Plt的收一下 这是我的数据 从数据分布也看出来了 大部分人什么情况 大部分人啊 我觉得这还是就是 偏工资 可能偏低一些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工资高的人啊 成这样一个阶梯状吧 越高工资的人啊 肯定越少呗 这块是多少 这是十万 其实你看就是 大部分人也什么样 大部分人应该也这个点 这个点可能什么样 这个点我估计也就是个 年薪可能也就是个 十几万那个样子 这块人我觉得是最多的 因为普遍情况下也这样 你说做数据分析 做数据挖掘 大部分还是个初级工作者吧 初级工作者 一般十几万那个样子 觉得基本上是这个情况 然后呢 咱看了一下 公司分布的一个 一个长什么样子 基本上在长这个样子 初级的还是比较多的 你看这条柱子 会议化多高啊 大部分人啊 还都是一个 相对来说低一些的 高一些也有啊 但是高一些 我觉得相对来说 都是比较较少的 七八十万再往后的 基本上估计就是没有了 这样的一个值 然后呢 咱再来看吧 接下来要选什么 接下来要看的就是 哎呀 现在咱刚才不说了吗 美国这个人 就是不是说美国 各个国家的一个工资的一个 平均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 咱刚才啊 就是看了一下 整体是一个五万多 整体是五万多啊 可能是这个样子 就是有的国家可能是偏高 有的国家可能是偏低 这个样子 那我现在就不看整体了 我分国家来看看吧 其实我想看什么 关注的是中国啊 咱刚才说一个平均的什么 有一些土豪在往上拉 有一些就是稍微刺点的往下拉 咱一会儿看中国是能排第几 排啥样啊 然后现在这个东西啊 拿出来了 就是画一个子图嘛 然后一行两列的这样一个子图 在子图当中 我先画了这么一个事儿 就是先groupby一下 以咱们的country为这样一个键 去计算一下 它的工资当中啊 它的一个中位数的一个排序的一个值 然后下面呢 就是当前这个结果 在结果的时候啊 然后又画了这样一个东西 你看画了什么 画了一个整体吧 你看这块画了一个蓝线 这块就是我画了这条蓝线 在这条蓝线这儿啊 相当于这么一个意思 就是嗯 现在我们刚才算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平均 我当我去看这些国家的时候啊 我再来看一下啊 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平均 是长什么样子啊 跟整体平均比一下 然后左边这个啊 就是相当于就是从上往下去排 因为我这块在这个v6 counts里啊 你看我肯定是在这块点v6 count 不是点口不排完之后 然后造的一些values就是按值排序嘛 我把它的一个升序啊 只能成一个false 那是不是一个降序啊 然后取了前十五 然后把它拿出来啊 就是这个意思 看一下结果吧 在结果当中啊 你看美国肯定第一吧 美国这干了多少啊 美国就是 哦 天呐 这个就是一个中位数 大概平均一个人是十几万 十几万乘以一个6 大概就是个七十几万 这个样子 所以说哇 这个值还是还是蛮高 蛮大的啊 他的一个工作 不是他的一个工资啊 然后下个什么 下个这个是 没记错 是个是比例十吧 这个比例十可能稍高一些 然后呢 阿拉利亚 挪威 丹麦 是吧 都有一些值 相似来说 好多国家的值都比较高 但是咱仔细 这么一看 发现个事 没中国是吧 那说明啥意思啊 说明就是 中国前十五是排不进去了 中国前十五排不进去了 那咱看一下 中国的一个平均薪资水平啊 大概是长什么样子 然后在这看吧 在这块啊 咱们来找一下 这一块呢 就是我又看了一下 当之前啊 咱们不是说了 就是有一些 你看 咱在这看上面这个东西吧 上面 狗人拜拜什么 我来看一下 就是这块做两个东西 这一块 我来看一下 狗人拜咱们的一个country 然后求他这个中位数 然后把它给拿出来 这块就是了 这个就是说 下面有统计的这样一个指标 咱刚才不是说 算了一下 人口最多的那几个国家吗 那你说人口最多的 这几个国家当中啊 咱再看一下 人口 就不是人口最多了 就是参与咱们这个 填卷的这些人 这些国家啊 这些国家当中 不是有中国吗 再把这些国家给他拿过来 咱再来看一下 他的一个结果 是长什么样子 结果拿出来了 咱们其他就也就不看了 其他的情况 大家知道了 就看中国吧 中国排那啊 中国虽然说 之前就是参与人数蛮多的 但是平均的一个薪资来说啊 就是能上咖口这个竞赛网站的 他的一个薪资 相对来较低吧 大家多少看一下 大概这一点 可能就是一个三万左右吧 可能三万多一点 三万多一点 平均来说 也就是不到二十万那个样子 所以说在这里 可能大家有时候一听 一个人啊 这个年薪二三十万挺高的 但是啊 这是在中国挺高 年薪二三十万 在美国啊 觉得就排在 就排在末位了 他们这些发达国家来说啊 工资 基本上 公司啊 社会的福利待遇啊 都是比中国啊 要强一些的啊 有这样一个事儿 然后呢 工作的公司啊 还说过 但是咱们啊 还是值得骄傲的 咱们比一些国家还要高的 咱不是排的特别低啊 但是 已经把这个平均线拉下来了 你看 咱这个中国啊 离这个平均线还差好多吧 平均线大概是一个三十万嘛 所以说 咱三十万还差个十几万 十二三万嘛 那个样子 这就是不同国家 它的一个 在做数据这个领域啊 它平均工资的一个分布 是长什么样子 是长什么样子 对吧 对吧